犯罪动作大片,反弹风暴三游黄百民监制,林德路指导,古天乐,张志玲,郑佳颖,邓立新的联媒出演。 目前正在全国热订中,对比反弹系列的第一部总计9530万,第二部3000破译的票房成绩,此次被称为系列最佳的第三部自9月14日全国供应以来,一直维持着稳定亮眼的票房表现,上映38小时破译,上座率稳居第一,票房表现优异。 与此同时,经典港片元素加上内地反弹元素强强联手,展现全市中斗,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,最强阵容。 强劲卡斯加持剧情扣人心弦此次古天乐,张志玲,郑佳颖三位首次集结狂飙演技,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 不论是在人物被角色诠释,性格演力还是高燃的动作戏呈现上都贡献了高水平的演技,尤其是品中一段古天乐和郑佳颖的审讯式对戏。 气氛营造和情绪拿捏伤都堪称完美,令人在荧幕前都感受到了剑板弩张的氛围,纷纷表示,看他们标戏太过瘾了,气场好强,不愧是连征公署。 邓立新,谭耀文等一众香港演员的加入,也为这部电影缓缓相通,的剧情战线保驾护航。 除此之外,热播剧人民的名义,中的丁海峰,冯雷的亮眼出演,轩轩的惊喜亮相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,不仅熟悉亲切又充满回忆感。 此番强景卡斯加时,为电影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,紧凑的节奏增色不少,最大格局。 鹿岗莲和反弹展现全是争斗电影,终是洗黑前暗的金额高达百亿,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正邪对抗,也是人心博弈。 郑佳颖的一句,会不会是茶贪污的人,自己贪污了,也揭开了反弹背后更复杂的利益之争。 再加上古天了身为连政公署调查主任被人举报社群贪污,南地官员的介入调查,不仅呈现出紧凑精彩的故事情节,也将电影的格局扩大。 有观众评论,这次真的是全民反弹了,联合反弹,输而不读,可建议人民的民意反弹,这一理念渗透人心。 此番反弹风暴三,人民的民意两大反弹题材,IP强强联手,共同面对百亿黑金,背后折射出的欲望沉浮,为观众奉献出一部引人深思的佳作。 电影反弹风暴三由上海民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华策影业天津有限公司,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,耳东影业北京有限公司,北京文新流品投资基金有限合伙,天马电影出品,香港有限公司,上海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中青新影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出品,深圳中影泰的影业股泛有限公司, 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,本影片为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,正在全国热议中,来自投票票媒体号,反弹风暴三。